这条题目又是问满足条件以下K的取值范围是什么 但是这次特别的地方就在于 你看到我们之前的题目就叫你找如果根一个是正一个是负的话 那可以怎样的 但是这次的条件还会更加特别 他就说如果一个根是大过1 另外一个小过1的话那又会怎样呢 那这次不是单单这个东西大过0就会解决到问题的 那所以呢我们就会加一点点条件了 那我们先看看第一条 第一条就是说两个根都大过1的情况 那如是者呢 我们可以切一个根叫做x1 一个根叫做x2 那它两个都大过1 那就是如果我们把两个都减1的话 那这一块整个就是x1-1这块当然会大过0 那x2-1这块都会大过0 那这两个分别大过0呢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有些题目可以玩玩的了 那当然如果今次不是叫两根和 今次是整个东西的和呢 那整个都会大过0 那这两个东西的积极呢 一样道理了 那所以呢 那这条题目呢 就有少少tricky的地方 就是要进行一个这样的处理的 然后我们又是惯常了 我们要讨论关于k的取值范围 那又是关于根的问题了 那第一件事就是 首先确保它是一个二次方程 那这次x平方前的系数是1 那就是没问题了 这个移类消除了 然后我们就要讨论关于判别式了 两个根都大于1 那它们可能会重根 那所以今次determinant这个东西呢 就是大过0等于0的 那然后 我们就会有这两个东西加上它 x1-1加x2-1 那这个东西需要大过0 同样道理 两个东西的积极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然后我们就有这三个东西了 你看到呢 这个如果我们将x1加上x2 那这两根和就出来了 那这个同样道理 那我们在下面这条式 又会看到两根和和两根积极同时出现 那不妨在这里写一下这么多 那今次的两根和呢 就是-b over a 那就是等于-2k 两根积极呢 就等于c over a 那就是6-k 那所以我们倒进去这里的话 我们首先第一个 这个determinant 我们就会有以下的等式 b平方 就是4k平方 -4a是1 c是6 -k 那这个东西呢 大过我就等于0 然后呢 这个我们前面 x1加x2 就会有2根和 2根和就是-2k 那我们还要减下这些 剩下的2个2 这个东西呢 就大过0了 那然后这个双成呢 首先第一下会有2根积呢 就是6-k k 然后我们又会有1个 要减多个2根和 然后再加上剩下的1 这个东西呢 大过0 那然后我们又逐个解吧 第一条解出来呢 是一条 二次的不等式 所以我们k的取值範围 就会开两边了 k 小个等于-3 或者 k 大个等于2 那下面那条呢 解到k 小于-1 然后下面是k 大个-7 最后这三个东西呢 那我们就会找到 关于这一个 一式两个根 都是大过1的情况呢 k的取值范围 这次呢 我们就会有 k介乎在-7 和-3 的中间的 就是这一块 到第二条 我们要讲 一个根大过1 一个根小过1 一个小过1 所以这一块 就是说 就是要拿 determinate 出来讨论一下 由于这两个根 开叉的情况下 没有可能重叠 所以determinate 这次呢 就大过0了 然后呢 我们就会有 这两个东西 就是之前经过 减完1的处理呢 所以我们有x1-1 这个东西乘以x2-1 由于一个大过1 一个小过1 所以这一块 一个大过0 一个小过0 所以这块双成呢 就会变成 两个双成 就会小过0了 那我们之前讨论过 如果这样开叉的情况之下 我们讨论不到 他们所谓的2跟和 由于我们分别不到 哪个大 哪个小 所以在这里呢 就直接跳过了 那我们有这两条色呢 然后就可以 缩窄一下 关于k的范围 那上面这一部分呢 之前都做过了 只不过就 上次就是一个大个或者等于 那今次呢 就只是大个而已 那所以呢 在这个就直接 我们会有k 小于负3 又或者 k 大过2 那下面这个呢 那同样道理 其实我们之前那一条呢 都计过了 那只不过上次呢 就是 两个成在一起呢 就大过0 那今次呢 就是小过0 那就是这么简单的呢 那我们可以直接 apply上次的结果 倒转个负3 就行了 上次呢 我们计到k 是大过负7的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今次呢 就是k 小于负7了 那之后 那我们很轻松啊 今次这个 结合了这两条呢 那又符合的话 我们得出的 k的水值范围呢 就是 就是 这一个 所以是k 小于负7 那就是这一部分 的答案了 好了 到了第三条问题 那第三条问题呢 他在说这两个根呢 都是 介乎于1 和4的中间 那我们今次又可以怎么办呢 那首先我们写一写 这两个根呢 它们都是介乎于1 和4中间 那1小过x1 和x2呢 各自都有一个这样的续续范围 那所以如果我们今次 take x1 减 这个1的话 这个东西当然大过0了 那 x2呢 都是因为一样的 那至于如果x1 x1 减4的话 这个东西今次就少于0了 那x2又是一样 那今次呢 那我们 然后我们开始cost over 那么 第一个呢 就是 所谓的2根和 这个东西大过0 然后就是所谓的2根積 这个东西也是大过0 然后我们又有 另外的一个2根和 那 就是我吧 加 x2 加 x2 x2 今次呢 由于两个都是负数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会 take 它少于0 然后2根積 然后就会有负乎得正 这东西大于0 那今次呢 我们一次过要解五条东西 那 好像很复杂 但是不需要紧张的 那我们 细心点看一看 我们这三个呢 头三个 那就exactly等于我们 题目第一条需要解出来的答案 那两个根都大于1 那 由于我们今次是要找两个根 介乎1和4中间 那当然大于1的这三条呢 全部都成立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直接 apply这三条的取值范围呢 我之前已经算过了 那就是这个k 就介乎在 -7 和这个-3中间的 那然后我们要解的呢 就剩下这两条而已 那下面这一条呢 我们就会有这个 -2k-8 这个小过0 在下面这一条呢 就是6- 又是那一条 比较复杂的颜色 k-4 -2k 那由于今次取值是4 所以没计过 那也要自己动手计一计 对了 加16 这一条呢 是需要大过0的 那之后我们就会有 新的这三条色 去帮我们进行扣论了 那所以呢 今次我们结合了第一个 基本上已经出了一个正值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照抄了 今次 第一个k呢 就是-7 和-3 的中间 第二个呢 就是k 大过-4 第二个呢 第三个就是k 大过-22 over 7 22 over 7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数字 这些后话 那之后 今次呢 我们就要group 这三个范围 那我们看一下最终 我们得出来的解是什么 那最终得出来的解呢 符合了这三条色 那其实也就是符合前面的五条色呢 就是k 是介乎于-22 over 7 和-3 的中间 那这个就是第三小题 的取值范围 做答案了